我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全部都站起来 快打起精神 如今敌军 已经在虎视眈眈地 窥视着我们 难道 我们要在援军赶到之前 坐以待毙吗 真的没关系吗 你什么事啊 援军会来吗 你会来吗 你会来吗 这就是援军了 这就是真的了 你会来吗 你会来吗 九皇叔知道 援军何时会到 当然 都给我听好了 当日遇袭之时 陛下的龙啸营 以及狼啸营的巡营 正在营外 所以 陛下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困在这里 眼下 我们已经收到了陛下的秘密信函 待七日之后 援军必到 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 在援军到来之时 和他们来个理应外合 打个犯神仗 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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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告诉我 真的会有援军吗 你别用刚刚在外面那套话搪塞我 我又不是不知道 萧承热还在宫里呢 我若不这么说 全军兵士士气低落 并先战死在自己的恐惧里 不堪一击 那七日后怎么办 为何你能断定 七日内肯定会有援军到 郎啸营寻营在外又不是假的 萧承热此刻 在京中必然收到了战报 他定会派援军来支援我们 我为什么说七日 那是因为我们的粮草 只够支撑七日 萧承热也知晓 可若是 萧承热 他根本就不想来救我们呢 现在两军按兵不动 就是在王翁中捉迷 等我们吃干好尽了 他们就能不费一兵一卒地 生情活拿我们 而且本来萧承热就想除掉我们 现在他又迟迟不来 不就是要借刀杀人吗 你说你 为什么要放他走 本来我们有大好的机会 而且 这 机会不是永远都有的 现在倒好 他走了 茗玉姐姐倒是如你所愿 平安无事 可他现在 错拥美人 而我们要遭殃了呀 或许这一辈子 我们都没有复仇的机会了 沙母之朝五 也不能得报了 可我扪心自问 我不后悔 我相信 他也不会这么做 肖承锐 是对我心有芥蒂 他越来越针对我了 他只是想 证明比我更强大 他坐在这九五之尊的位置上 问心无愧 他越来越针对我了 证明比我更强大 他坐在这九五之尊的位置上 他坐在这九五之尊的位置上 的江山去做赌注 所以 承轩 别着急 铲住气 并不血染 考验的是人心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 可现在是生死从亡的大事 要稍有纰漏 我们就再无翻盘之日了 我几会没有做好准备 我怎么会让所有的兄弟 就这么白白送死 我已经想好了退路了 但凡有万一 我就率领先锋营 在西侧的峡谷上 杀出一条血路 用我的鲜血 率领所有的将士 杀出宠威 更 好 好